现在这个山上的雪啊冰啊全部都融化了啊 泥土也晒干了 今天我就称这个天色 然后把这个猪给它拖下去 因为上次老爸老妈说要四头猪 一直还没给它拖下去 刚好今天称这个天色给它拖下去 然后今天还有一件好事啊 是一个喜事 来了两位老板也是买猪是猪老板的 来我这里选了十几多猪 把那个大一点的两米多斤的 它全部一次性给它买走了 现在就只剩下一些小的 差不多还有剩下了有十来个了 基本上都 基本上都没剩下多少了 因为我们这个上面说实话 养猪的话去年没什么经验 比如说吃了一些苦疼 今年这个猪我们把它处理之后 就不养在上面了 换个地方 然后上面养一些牛啊羊啊 就可以了 现在他们来拖出来了 过去绑一下 海瓦 那天那三个猪大家找到这个 太浓了 我爬到哪里去了 他在那边躲那个树里 气得也不出 那你什么把腰摔掉 那我把腰摔掉 把腰摔掉嘛 刚才里面说那个山头猪爬了 他们上来找 海瓦说在那个 在我对面那个 山坡上 这个包包上 躲到那里面了 他这个网子 我估计的话 哪里破了应该 不然他出不去了 哦这里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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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网被他拱开了 难怪 看没有这个网 这里 这个本来网是 陷在地上的 然后这样拱起来了 有个缺口呢 我要是怎么跑出去了 这个脚印从这里 在这里 那里跑进去了 买了个这种夹式型买的 这是哪里的汗啊 这个钉子掉的 而且汗的起来 带一个汗去不 这边有毛汁 毛汁 好 今天天几号 这些周围的朋友都上来玩来了 都上来给放风筝 这是黑猪 黑猪也被卖走了 这些猪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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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猪老板都买出来了 两位猪老板 来出来了 打到基本上屏出来 这些猪小 这个猪很野了 好像肚子大似的 总共拖了14个组 这个车好拖 十几个 七个多个 十三个 跑出去了 我本来四个多 跳出去了 跳出去了 黑的跳出去了 他不想走 二四兄 我关着你了 他把门关着 他都想走 你了 再跑出去了 我还不上去 谢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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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去看一看 你穿穿衣服 我穿了汗头 掉了汗头出来 这个就麻烦了 软开啥屁 有了 完了 完了 往上去 不要走 撕下麻酸了 是不是下天撕下 下天撕下就行了 两只粽到这个山里面去了 那我赶紧我去看 这下面是很大一批山的 刚刚在这个山里里面 最长半天 还没追到 挂这么大一条 山太大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刚刚我们今天去沉了半天 没把它沉住 这个猪太野了 刚刚我们从上面一直到下面 没找到这两头猪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这里离我们那个猪圈 大概有两公里多 这下估计难找到了 这真的是不见了 这下 今天损失惨重 两头猪找不到了 海蛙只气得快哭了 这两头猪估计是找不到了 然后 因为我们拖到半路 那个买猪的也没付钱 那这两头猪的损失 肯定就要算到我们自己头上了 这笔损失也不小了 两头猪也是几千块呀 真的可惜了 这个库猪都是这么大的山 不少咱们去找了 感谢观看